北韓二十九號主動通知日本將在五月三十一號到六月十一號 期間發射衛星由於北韓過去進場假借發射衛星之名 試射彈道飛彈 日本嚴陣以待 退估北韓會在境內平安北到東倉裡發射所謂的衛星 專家預估第一節火箭可能落在南韓西部全羅道北部以西的沿海 整流罩則落在更遠的濟州島以西 而第二節火箭預估將調到菲律賓旅送到東方海面 這個地方距離台灣最南部最近可能只有300多公里 回顧北韓過去幾次聲稱的衛星發射 2009年曾發射光明星二號 最後卻被抓包發射長程彈道飛彈 之後在2012還有2016也陸續有發射衛星 不過進入太空後根本沒發出任何訊號 就算是衛星也被形容毫無功能可言 因應北韓威脅南韓和美國25號又在靠近北韓邊界處 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主動武裝直升機戰車等模擬 啟啟啟啟